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李千娜 防疫期间大家都还好吗 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有乖乖待在家里吧 但待在家里的同时呢 我相信大家应该会上网购物 购物已经成为大家的生活习惯之一了 但是还是要小小的提醒大家 在购物的同时呢 一定要看清楚它的标示 有没有很清楚 选择商业良好店家 商业平台呢 也一定要是有保障的 像我自己呢 就是很喜欢上网购物的人 在上个月呢 我购完了一个表演女 发现她寄来的时候 是断掉的 我就发讯息为对方 但是他们一直没有回复我 直到过了一几天 我又想要再去咨询他们的时候 我发现他们的Facebook还有Instagram 全部都撤销了 我到时才发现 我被炸天了 加上关税大概是2万块钱 所以呢 我想要在这边好好的提醒大家 千万不要看到网路呢 有折扣有优惠 就失心疯的掉入了陷阱 如果你有相关的资讯要求救 或要询问的话 一定要赶快拨打 反诈骗尊线165 赶快打电话求救他们 让他们来帮助你 疫情期间第一前线的人员也辛苦了 也希望大家都能平安健康